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老频道 我是方砖 今天江苏省一个女辅警火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她一个人说服了9名高官 9名领导 并且勒索钱财超过500万 最后是判了13年 可是这个判罪结果出来之后 网友并不满意 网上一片声讨之声 并且连新华社都发文批评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这女的怎么那么大仇呢 网友为什么不满意呢 咱们今天来聊一聊 好 那怎么回事呢 这个姐们儿真不是一般人 非是旁人 她出生于1994年 姓许 叫许燕 江苏冠云县人 她原来是江苏连云港市的公安局 海州分局的辅警 你听这辅警就有点辅助警察 你这个名义 中国啥事都是辅警干的 你知道吧 正规警察是人民公仆 是不会出这种事情的 然后这个姐们怎么回事呢 她说因为跟多名公职人员 同时或不同时 发生这样的关系之后 进行恶索 你别让你家里知道 你别让你媳妇知道 别让你家里的怎么着 不让同事知道 以此为勒索钱财 据说呢 她总共勒索财物达到了372.6万元 数额特别巨大 所以法院判决说 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并处罚人民币500万元 追缴被告人徐某 违法所得人民币372.6万元 那么这姐们涨了呢 这个YouTube上咱们就不放图了 是吧 涉及到他们个人这什么 但是呢 推特上有很多网友 都已经这个批出了 这个辅警的这个图 但是呢 我还没有进行进一步查证 涨的还是不错的 比较的网红脸 比较的看起来是颇有姿色 那这姐们到底是干了什么事呢 她说怎么弄的呢 给你们念一下 她这个详细内容也挺有意思的 首先在2014年 你听听啊 这个资历比较老了啊 2014年3月至2015年1月 这就是8个月时间内 徐某与时任冠云县 郭安局南港派出所所长 孙某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 然后呢 这个谎称什么 要怀孕了呀 怎么怎么样 好想说法啊 以补偿 分手补偿等 为理由三次 先后三次向孙某索要人民币100万元 听好了啊 向一个所长索要100多万的封口费 记住了啊 所长100多万 好 咱们看第二个 然后呢 14年的5月至8月 注意啊 这个时间是涵盖在那个孙某之间的啊 他又与同样的这个灌云县市庄派出所所长 朱某发生不正当关系 后来呢 向朱某索要人民币10万元 这个就10万元 你说明这个可能这个县比较穷啊 然后呢 到了16年 16年6月份 到16年8月份 他又与同县的公安局副局长寇某发生关系 然后呢 索要人民币20万元 同年3月到5月 他与连云港市公安局海州分局陆南派出所所长 刘某已又发生关系 要了20万 然后呢 18年3月份 再次啊 与刘某已发生 这是旧情复燃啊 再次发生关系 然后以购房 交首付 怀孕 留产补偿 分手补偿为主 为由 向刘某索要人民币共计108万元 后来呢 他又这个打击面扩大了啊 这个作战范围 被那个半径变大了 他与时任冠云县四队镇中心小学校长 小学校长也没跑了啊 关某发生不正当关系 然后被检举揭发之后啊 这个向关某索要人民币45万元 你看这个小学校长 比这个 比白科特所长有的还有钱啊 然后呢 又与这个林某 这就没有职位了 不知道 这是这是索要了14万 然后17年啊 与时任冠云县卫生院副院长蓝某 发生不正当关系 然后呢 向蓝某索要人民币15万元 17年啊 与这个冠云县 同样的这个卫生院药库工作人员 徐某甲 发生不正当关系 然后呢 索要了30万元 好 那么新闻就是这些啊 这姐们呢 确实很能干啊 也很有说 说服力啊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网友们为什么觉得不平 你去看网上评论啊 其实大部分网友都没有针对这个女人 甚至很多人认为她是个可怜的女人 为什么呢 你算笔账 对不对 她五年的时间 跟这么多高官辛勤耕耘 辛勤工作 留下了辛劳的汗水 可是呢 五年时间颗粒无收 你想想这个账很有意思 她非法所得372.6万元 可是追缴赃款372.6万元 我这么说吧 20年前我家丢辆自行车 报案了 到现在这自行车警察也没给我找回来 你要知道报案以后追缴赃物 说把东西追回来 那基本就别指望了 这样别指望 没有 没戏 所以说她的赃款能够全额追回来 这里边本身就有点意思 你想一个女人又是从事这方面的 那人家肯定平时的保养啊 护肤啊 每天别说了 洗面奶 护肤霜 水 乳 然后彩妆 再加上包 再加上衣服 其他的 那开销很大的呀 对不对 所以她额来的钱 居然分文未动又追回来 然后人还被罚了 吴文文 你就琢磨 这里边肯定有别的事 但是咱们现在没有证据 也没有什么事情 咱们不知道 但我告诉你这里边肯定有事 所以网友们呢 都闻到这个味道了 所以网友觉得 有的网友还觉得这女的很亏 但是网友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是这九名跟她发生关系的人 他们的下场如何 为什么只处罚了这个女的 咱说实在的啊 有的话好说不好听 我当年学法学的时候啊 就是话说说了有点长 我当年学法学的时候呢 我们老师讲刑法 给我们讲了一个例子 特别有意思 他说当时啊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刚开始的时候 法治不健全 强奸案 男性对女性施暴 量刑都没问题 可是当时都忘了有一条 女性如果说 对男性施暴 如何赔偿 没有 所以后来就出现了 你说这个插队有一个知青 这知青长的这个肤白貌美 是纯红齿白 小鲜肉 结果后来呢 这个在插队过程当中 生产队里边这帮妇女们 这个五大三粗 一巴按宽 虎心毛 于是呢 这个垂涎这个小鲜肉的妇女们 不止一个 所以一群妇女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就惨无人道的 把这个小鲜肉知青 给就地正法了 然后就实行了这个 实行了难以描述的事情 事后呢 小鲜肉这个气不过 就告出下来了 结果告上来的法院 没有条例判 没有条例判 没想到这个女生这么彪悍 所以后来怎么办呢 就判了这些人呢 总共凑了一栏的鸡蛋 给这小伙 大概意思就是 可能让他补一补吧 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呢 就是说 我们想象一个画面 这个一个娇弱的 纤细的 这么一个小辅警 小女警 她是如何像一个 罪大恶极的恶犯一样 然后伤害了九名高官 在当地的派出所所长 在中国地方 中国地方派出所所长 那就是 你不像我们北京 我们北京 好像北京天上掉下来 一砖头砸死十个人 八个当官的 北京官不值钱 地方的官可是实权派 对不对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九名官员 他们为何在这过程中 不出声 你要知道 他敲诈的不是旁人 他敲诈的是 公安局的所长 那就相当于 以前古时候 这块比较 比如哪一个县的 捕快 总捕头 那是 那是接面上的人 他怎么能做成的 这事里边 我跟你说 有毛利 肯定有问题 而且最关键是什么一点 刚才我举这例子 一个弱女子 她是如何被新闻塑造成 一个施暴者 我这画面 你想象 大家闭上眼睛 你们想象这个画面 就好像一个弱女子 手里拿个狼牙棒 然后那边九名 各级官员 站在那里 做惊恐状 好恐怕 是这样吗 不是啊 所以这个案子 其实应该怎么判 应该是九加一 这九个人 加一个一块判 你们首先第一点 一个所长 好吧 好 一个所长 你一个公司多少钱 嗯 您种奖金加起来多少钱 你是怎么掏出一百万 来封她的口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数学常识 一个人家里有家事 媳妇管账 好 他能拿出一百万 来封这女的口 你说他有存款多少钱 他钱哪来的 这里边有没有问题 查没查 没查 对不对 而且这九个人 你们作为人民公仆 管不住自己的裤腰带 该不该受罚呀 为什么没有相关的报道出来呢 网友关心的关心在这儿了 就是你老说是这女子 怎么怎么样 老说这女的怎么样 我们关心的是 那几个人 你违法乱记了 对不对 还都是所长 你违法乱记了 你为什么没有处理呢 这个新华社 后来也说了 新华社说 这个删帖不行 当然这种事情 也只有在这种事情 新华社才能站出来说两句 删帖不行 你要把问题公示出来 你不能说就处理了 到底怎么处理的 我相信 他们内部估计 就是口头警告 一下就完事了 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 因为他们是公安内部的 这个肯定是互读的 肯定是互短 但是这里边就展示一个问题 就是说透露出中国文化里边的一些问题 就是 哎呀 那话怎么出来 竟无一人是男儿 你说中国这个中国历朝历代啊 就有这么一个传统 把过错往女人身上丢 就说在没人的时候 月黑风高 就是一屋里 就你们俩人的时候 好家伙 雄风四射 好家伙 男权的 不要不要的 可是一到了外面 就不敢担起责任来 你说王国啊 搭击害的啊 唐朝还怨这个杨贵妃 明朝又怨陈元元啊 反正啊 吕布是因为貂蝉啊 还有还有什么什么 反正所有的错 似乎都是女人的 可为什么这帮中国传统的男人 就不能好好往自己身上想一想呢 你实际上一个弱女子 像你不是那个 春红齿白的知青 对不对 你不是面对那种 大皮兜的 一巴掩宽护心毛 这么高 那个对吧 一帮妇女 你不是面对那样的人 说白了 你就是自愿跟人家发生了关系 为什么不敢承担责任呢 为什么连批评 媒体批评的时候 也把这样一个小女子 说成是一个施暴者 她犯了敲诈勒索罪 我跟你说 这里边说不定到底是谁勒索贼呢 对不对 罪过最后全归人家这小女府警 人家干了五年 睡了五年 然后落了钱全弄回去 还罚人五百万 然后还要关十三年 你们什么事都没有 太不爷们了 太不男人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种男女之师的敲诈勒索呀 是一定要判两个人的 不能单判一个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当你这个准备实施或者准备被害的时候吧 我们用一个词好不好 当你准备好你被害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家里面脑子里闪光这个画面 你的妻子在家里辛苦的为你准备晚饭 你有没有想过你父母的期许 你有没有想过你孩子对你那种信任的目光 那会儿都不想了 那会儿都忘掉了 就扑江上去 英勇就义 英勇就义 好意思吗 所以这个案子压根要我说 就不应该判成敲诈勒索案 就应该判成这个什么行为 这个什么违法乱纪呀 什么什么风化什么的等等 判这个案子 这个是双方的 一个巴掌拍不行 对不对 这个才能还民众一个朗朗乾坤 当然了 这话我也知道就只能说说 就是大家要明白意思就得了 在中国呢 是不可能的 由此呢 管中亏报 我们也可以大概看得出来 中国大概是一个什么样情况 也进一步加深了 我们对于这个 整个行业的一个行情的一个了解 所以呢 这个广告网友呢 也不用说气不平 没什么 太正常不过了 历史上已经发生了无数次 对不对 这也就是中国现在立法说 不允许从事这个 这些性工作者们正常营业 那和古代 对吧 那各种什么怡红院啊 什么什么醉春楼啊等等 那都多了去了 对不对 那人还是合法的 所以说现在这些事情呢 事风日下 道德败坏 而且不光是中国 美国最近那个加州 对吧 加州前准时不是刚刚传出来的消息吗 一个美女 对不对 整个加州高层的一圈 人也吃 哎 杀了个七进七出 这玩意儿 哎呀没法说 好了 那今天这个花边新闻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那大家有什么观点看法 欢迎评论区跟我进行留言 感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呢 欢迎订阅评论转发点赞 好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